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田总 哥求你了 好吗 我说你什么好啊 什么都不用说 田总 您老请喝水 那石总编 怎么坐着一半饭料 就跑了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你们现在年轻人的事 让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你跟石总编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呀 不是真的假的 他干嘛三天两头地 往咱家跑啊 人家就是想来蹭端饭 没别的意思 就蹭饭那么简单啊 连缺心眼的人都看得出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看不出来 你跟妈交个底 你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呀 妈 他就是我老板 就这么简单 好啊 你有这话料在这儿 那就好办了 回头你就跟他喝 以后让他少往那家跑 那我可说不出口 来者都是渴 我是怕简放看到 他看到怎么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话不能这么说呀 何必让人简放产生误会呢 是吧 他误会得着吗 话说到这儿 你再跟妈交个底 你跟简放到底能不能复婚 妈你哪来那么多底要交啊 我已经说过一百次了 我跟简放没可能 人家跟康兰好着呢 那你别再反复追问了行不行 没可能 为了简单 我得问哪孩子 你就是为了简单 你也要走这步 孩子多渴望 你们能够破镜重圆 你若是能够复婚 把这个家再重新建立起来 那简单得有多幸福啊 妈你行不行啊 你让我耳根子清静一会儿会儿 就一会儿会儿行不行 我今天不舒服我头疼 我是你妈 我能不说吗 我要不说那是我对你不负责任 孩子 你认清现实吧 你看了那潘芝芝 到现在还没嫁出去 你要是再错过这个机会 你以后 妈是过来的 妈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简方是犯过错误 人无完人 谁不犯错误啊 你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妈 我求求你 你别再嘚巴嘚嘚嘚嘚嘚嘚嘚了 好不好 你 你是不是要把我逼疯啊 你把你女儿逼疯了 你就 你就彻底踏实了是吧 你 我求求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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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风把咱们毛总给吹上来了 毛总想潘总了 过来看一眼 想我了 不怕小甜甜吃醋啊 她 也许吧 我知道 你来卫文灾名来了 灾情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很好 我是来报道的 报道 要求归队 我来官复原职 我已经把公司交给小甜甜了 她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公司交给小甜甜 对啊 你开玩笑的吧 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现在的小甜甜 已经不是当年站在门口那个傻白天了 小甜甜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泼你当年的风范我跟你说 就小甜甜 没有她拿不下的客户 我现在在公司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过来 找点事干 希望潘总能够给我机会 行 大毛 姐知道你仗义啊 知道你 惦记着我 不用 不用 你看杜丽红 她以为她腹底抽薪 挖走了又个设计师 我这公司也得关张啊 不可能 她太小看我了 我潘智智什么人啊 没那么容易被打到 我挺好的 你呀还是回去吧 你的公司干起来也不容易 好好的 好不好 将来是有什么大的项目 咱们可以一块做 挣大钱 挣大钱 大毛 帮助我的方式有很多 首要的一点是你自己要过好 这样我才能心安 知道吗 问题是我过得挺好啊 接电话 喂 十大主编 我现在是二十四小时开着机 等您电话呢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请我喝咖啡 也行 我今早上没喝 行行行 一会儿见 咖啡厅见 好 好 拜拜 时光啊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 现在杂志社 不景气 整个纸媒行业都不景气 说到这个杂志社 我还有事想求您啊 你不是跟时光熟吗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想买他几期广告 正好把我公司好好包装一下 好好宣传宣传 你跟他熟你让他给打个折呗 行不行 求你了 大萌 别再等我了 不值得 等应该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人知道吧 对自己好一点 不好吗 这辈子我心里面除了时光 很难再装一下其他什么人了 我这辈子要是没遇见时光 咱俩要是在一块是不是也挺合适的 那也不一定 我不能再透支咱俩之间的感情了 不然我心里不安 好不好 你这个女同事怎么回事 你这个女同事怎么回事 工作的时候能不能不谈感情 讨厌劲儿 广告事就这么说了啊 八个呸 还有 我这给我 我必须管服颜值 干嘛 好 没想太久了 这一路想搞急色了 干嘛呀 干嘛那么着急请我喝咖啡啊 我跟你说啊 我临出门前给你拉了一个生意哦 毛大毛你知道吗 他说他要认购咱们几期广告 仗义吧 回头找个摄影师 好好拍几张照片 给他做个专访 好不好 我知道了 我昨天 我昨天 去林笑笑家了 你又去林笑笑家蹭饭了 他们家饭菜那么好吃 那么合你胃口 行 下回要再蹭饭叫上我 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我特别爱吃他妈做的那个 姜汁炖猪蹄 今天晚上 咱俩不是喝多了 稀里糊涂睡了一夜吗 第二天早上还被笑笑撞见 我想那人误会了 昨天晚上我去他家里想跟他解释 结果被他赶了出来 对 所以 芝芝 我觉得有些话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你要跟我说什么 好 你想我帮你跟小小再解释一下 有必要吗 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芝芝 我 我爱上林笑笑 什么 我爱的 是林笑笑 当然也来找我的啊 她不知道我约了你 对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我们没有开始 我们从来没有开始过 也许你应该问我 我 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但是我也说不清 也许是从我见这姑娘第一面起 我就跟她结下不解之缘了 也许更早 这大概就是大家说的命中注定的情缘吧 这大概就是大家说的命中注定的情缘吧 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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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你终于跟我说实话了 诗管 这一天终于来了 是吗 可是既然你早就爱上了林笑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我像一个溺血者一样 沉浸在爱你的世界里不能自拔 你站在旁边袖手旁观 你可以不爱我 你也可以不告诉我你不爱我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爱的是我的好姐们儿林笑笑 你放上我对你的爱根本就不是在保护我 你根本就是在害我 对你造成了伤害 确实是我的责任 对不起 正因为我爱的是林笑笑 她是你最好的姐妹 所以我必须要慎重 我不喜欢因为我 我不喜欢因为我 伤害你跟她的感情 所以你就一直难以棄置什么 这不应该成为我的理由 我应该更早地告诉你 我没那么脆弱 我潘芝芝也没那么狭爱 你要是一早告诉我 你爱上的是我好姐妹儿林笑笑 那不是马路上的张三丽丝 我不至于耗那么多年青春去跟你赌 我不是没人爱 不是没人要 我不是非巴着你不可 毛到毛就对我很好 她一直在等我 我把人都伤成什么样了 她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你值得被爱 应该有个好男人 出现在你身边 好好地爱你 真的 能有你这么仗义的朋友 是我时光的父亲 我不是没有想过 我们之间的可能 但是爱情这东西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骗不了自己 我更不能骗你 所以我就选择一再地回避 我希望以一种 更舒服的方式 让每个人更安全地下车 但事实证明 我还是错了 我还是伤害了你 只是我知道现在我提任何要求都很过分 但是我还是有时候 不管我跟林孝孝将来关系怎么样 我希望我和你的友谊 可以继续 是吧 他爱你吗 林孝孝 爱你吗 孝孝 你别说我了 从今晚后 你跟林孝孝的事 可我们有一点话格了 挺好 你喜欢我的道理 我也是想做的 我想想做的 你不想做的 我也是想做的 我对你 都不想做的话 我说我 我也是想做做的 你很想做的 我也是想做的 我只是想做的 我还是想做的 我只是想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这么有心情啊 约我出来看夕阳 你有多久没去我们家了 待会儿到家里吃饭啊 你干儿子都念叨你好几回了 但时光掰了 彻底掰了 可能连朋友都没做了 你俩什么情况啊 这怎么了又 笑笑 我明秀战道 累得跟死狗一样 你是不是早就暗度陈仓 把目标拿下了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以为我一记假摔 这场球就赢定了 傻乎乎的恨不得开香槟庆祝 谁知道啊 一上场就让人红牌罚下了 笑笑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你让我 当电灯泡没问题 你让我照亮你 热烧自己 没问题 但你得告诉我 你该告诉我啊 笑笑 这算什么 这算什么 我让人卖了 还傻傻地给人数钱 这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会是怀疑 我跟时光有什么吧 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姐妹 我们一块长大的 你应该知道 我把姐妹的情谊 看得高于一切 我怎么可能 介入你跟时光呢 我不知道你跟时光 是为什么闹掰了 但是 如果你要怪到我头上 你可冤死我了 谁冤死我 谁冤死了 我才是冤大头呢 你敢说 敢说你不知道 时光喜欢你 时光要是喜欢我 那是他的事 我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 为了避嫌 当初你们办杂志事 我是死活不肯加入的 因为我觉得你俩 最般配 最合适 我一直在撮合你俩 芝芝 我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绝对不可能 跟你抢时光的 可是他爱的是你 不是我 晓晓 咱俩姐妹一场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有没有对时光动过心 哪怕是一点点 你说 对 你说 你说 所有 我不解释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越毛越黑 我要请你相信我林笑笑的为人 我绝对不是一个私底下 会是小动作的人 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的 我这就会一些辞职性 我离他远远的 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 李强强 你要真实我姐吧 你就听我一回 我今天把你叫出来骂一遍 我心里好受多了 真实好姐吧 你就让我骂两句 你别这么说话 这聊天我喝多了 我跟时光都喝多了 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 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连手都没有牵过一下呀 我知道 如果小随便便就上床了 但是你轻轻松松就刹车了 我盘质之之所以这么难过 从而不舍 怎么放不下 是因为我知道 我爱得干净 我爱得纯粹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爱过一个人啊 从来都没有 我说过 只要时光有心上人 我就撤 都说到错到 该撤的那个人是我 就是 你不明白 我相信你不明白 其实我们那只美那么傻 我一早就知道时光喜欢你 他不喜欢我 我知道你们俩才是天造地生的一对 你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这份晃弹之情谁能取代 谁说革命战友不能成为亲民爱人 我知道我都知道 只是我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 爱一个人可以这么快乐 我当时就对自己说 我是时光如果一天不拒绝我 我就爱他一天 我无所求 我 我只求一个爱他的机会 你不懂 今天我输了 我没关系 我输给我最好的姐妹 我输给我最好的姐妹 我认了 我不丢人 为不也不留万人铁吗 真 真 你别揍我了 行行 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但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 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装一回傻不行吗 明天太阳升起来又是新的一天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晓晓 我求你了 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你给我留点面子 林晓晓 你跟芝芝怎么样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拜托你别把我扯进来行不行 晓晓 你一直在里面好吗 你胡说白当什么呢 我已跟芝芝说清楚了 我爱的人是你 我不能在你遮遮掩屿地下去啊 这样下去只会让原本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我要再这么犹豫不决 再给我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 该理的事情理清楚 再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要和简方复婚了 你说得很对 我就是要跟简方复婚了 所以你要再这么纠缠下去的话 你就是破坏我们夫妻感情的第三者 你们夫妻有感情吗 晓晓 你们夫妻要是有感情 你为什么会跟她离婚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跟你有关系吗 晓晓 你为什么 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芝芝一个机会呢 芝芝那么好 她哪里配不上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她 你有没有看见她刚才的样子 你知道她有多伤心吗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晓晓 我跟芝芝的破坏电 你对什么来电呢 高压电吧 我们能不能让我冷静一点 我一直都很冷静 我一直非常地冷静 是你把我拽紧的 你让我没法冷静 时光 你对我好 我知道 我非常地感激 我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俩不合适 但是咱们俩真的不合适 咱们俩真的不合适 我去问你一句话 看着我 你爱我吗 我不爱你 你杀我 你 时光 你是不是崩了呀 时光 我非常非常地珍惜 我们之前的友谊 可是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就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我们最able的快乐 我们下期见到死了 我就要干的 好的 你 我先说去 你不能够了 我呢 你不在意 你走吧 我先拿下来 我呢 你现在就有事 这都是我瞎对的 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心情不好 买东西发泄一下不行吗 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买的 这个 还有这件衣服 我试一下大小合不合适 不行我拿去换 来 瞪着干嘛 试一下啊 你看我对你多好 你还不清我 对不起 都怪我 是我不好 好 没事了 来 吃一下 这么正式 你让我参加奥斯卡不见 比奥斯卡更难攻克的堡垒 我一听到这堡垒 我腿都哆嗦过 你哆嗦你也得去啊 女人的战斗力是有限的 咱们得速展速决啊 今天我哥生日 你陪我回家一趟 我晚上约了老崔吃饭呢 你别跟我在这儿找借口 你打电话给我退了 你要不好意思 我来打 上次去你们家 你妈跟你哥折腾了我遍体临上的 我那一年我老做噩梦 我真的老惊醒 我特别怕去你们家 我知道 你别说你了 我都不想面对我妈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户口本在她那儿 她像防贼似的防着我 锁在那个什么保险箱里面密码 谁都不知道 我偷都偷不出来 好了 你就陪我回去一趟嘛 你就再忍忍她 好不好 那我再拼一回 相信你 没问题 试一下了 我给你买的奥斯卡礼服 我看看这回 是不是运气能好点 你妈能对我客气点 没问题 棒棒的 我紧 紧张都不行了 又不是让你上情场 不至于的 你没事吧 你吓死我了 我是真 真害怕呀 我 你放轻松一点好吗 给我笑一个 我都想哭 我还笑呢 我想你妈那脸 我 我都恐惧 我妈这个人啊 你要是跟她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她其实没那么可怕 她就是一个纸老虎 你啊 就记住我一点啊 一会儿见到我妈的时候啊 你就嘴学得甜一点 找的机会呢 你就敬酒 我妈要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你就别往心里去 当没听见 最重要一点 见到我妈就笑 知道吗 来笑一个 爸爸来了 来 快 时间这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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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你爸爸 四康啊 该跟爸爸说什么呀 生日快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儿子 来来来 坐 来坐 慢点啊 帮您坐 帮您坐 好好好 我坐 慢点啊 妈 好规矩 您辛苦了 好儿子 快坐 对了 儿子 你记住了 每年儿子的生日 就是妈妈的那日 你知道啊 妈妈为生咱们啊 受了好多的罪 可疼了 他说什么呢 所以啊 这辈子一听气着 一定要孝敬你妈妈 我呢 孝敬我妈妈 记住了 记住了 这叫啊 上行下校 记住了 记住了 好孩子 妈给您倒酒 好 可能是咱们来了 快去看看 你宝宝姑娘回来了 四康也 喝点红酒 去 用小块儿孩子喝酒 咱们喝酸奶 来 妈 兰兰和解放来了 妈 哥 生日快乐 康总 生日快乐 谢谢啊 这蛋糕怎么都准备上了 不是说好我准备的吗 哥啊 知道你最喜欢吃芝士蛋糕 简方特意给你买的 还给你买了一堆生日礼物呢 破费啊 谢谢 阿姨 你好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没有外人吗 都来了 妈 这 这 妈 我上了 妈 来 简方 找个地儿随便放 快送快送 坐 去家旺碗筷 好好好 赶紧坐 来啦 坐吧 没事 我去拿碗筷啊 你们吃吧 妈 您这样有意思吗 我们难得回来一趟 您别这样了行吗 把门子去掉 我们不是一家人 阿姨 对不起啊 是我不对 不应该打扰你们过生日 我先走吧 简放 简放 两个来 简放 你等等我 你出来干吗呀 我跟你一起走啊 走 瞎说 你不能走 今天你过生日 好好陪夏脸人吃个饭 妈都那个态度对你了 我能不走吗 咱俩出去吃吃吃 我没事 再说了今天 也不怪阿姨 你应该提前跟阿姨打个招呼 或者是跟康总说一声 对吧 你没说吧 兰兰 听简放的吧 今天是你哥生日啊 你回来咱们全家人 不吃个团圆饭吗 你说你不在 咱们这饭怎么吃啊 是不是 他明知道是我哥的生日 他为什么要那个态度 他不是存心让大家尴尬吗 态态 你如果今天一走 等于跟阿姨一丝破脸 将来连辉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没错 你就听简放的 说得特别对 妈什么个性你不知道啊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往心里去 你别呛着他 你顺着他说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他把简放带回来的事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不过妈 这确实是兰兰做得不对 你说他哪有这么做事的 不过您还不知道您那姑娘吗 她做事从来不光脑子 是吧 不跟她生气 妈 今天我生日 行 别生气了啊 走走走 这这这这兰兰这是确实 不是 要不打个招呼是不是 我啊 现在就替你骂的 奶奶 那你怎么办啊 我回公司啊 一堆事呢 好了 听话啊 我走了 要不改天见放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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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知道妈的脾气吗 你干吗跟她呛着来啊 今天这事啊 只能委屈检放了 个性给您表明态度 你们俩的事 我这是没问题 我接受 你接受 你刚刚不替我说话 都怪你啊 你跟我妈打声招呼 你把检放带过来 你也不跟我说一事 你说让我怎么说 对不对 其实你走了这半年 妈也没闹过呀 对不对 说明妈心里也接受了 妈可想你了 对 得给妈个心理过程 对不对 给妈个抬肩 让她一步一步下 那她刚才那个态度 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再想想你的态度 好好好 赶紧回去吃饭 自己亲妈 是不是 我先说话啊 我先坐 恭喜你吃饭 斯康 姑姑呢 看姑姑 半年都没见了 想姑姑吧 给我坐 快 坐 快 快清清楚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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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妹妹倒酒 喝点香 喝点 就吃 吃饭 坐 淳妮 好 给淳妮也倒上 那我自己 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吃饭 跟爸爸 喝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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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们也说 欢迎姑姑回家 哈哈哈